血氧血压监护仪、心脏电机器 以及电子影像喉头镜 有了这些专业医疗配备 病房里的新冠肺炎重症病患 就能得到多益虫的保障 这些器材其实很有用 就是说当你看着一个病人 你知道他喘 可是你不知道氧气多少发生 只有你靠机器来测量 你才知道他的血压很高 还是很低 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抢救病人 这个仪器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 我们的工作可以更有效力 不需要再分开借来借去 而且可以比较专注地 在给病人比较有效地检查 在此剂送来的物资当中 有个器材体积并不大 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我们在获得视频支援的 要感谢的不只是慈激之工 更是广大民众的股私奉献 感恩上人的主统岁月精神 今天看到他发挥大力量 因为大家的那个小钱 就是累积了行大善 让这个爱心可以发挥 就是抢时间救生命 多一个医疗器材 就可以多救一条生命 多提供一个医疗器材 就能抢救更多无助的病患 大爱新闻 真上美之工马来西亚报导